看到雪大家都很兴奋 不过提醒大家如果要上山赏雪 衣服一定要穿得暖和一点点 像这位女大学生 她居然这个脚啊 腿部只穿着丝袜就上山赏雪了 最后是因为冻伤被警车送下山 阳明山冷到暴 还吓起了难得一见的冰线 因此不少游客 不管零下两度的低温上山赏雪 看着路上行人 各个全副武装 包着一层又一层的大衣 却看到有一名女大生 竟然穿着丝袜就跑上山 冻得直发抖 超级冷的啊 因为不是 是开门刚刚两个突然拿我来 然后我不知道上面这么冷 然后就穿丝袜上来 很厚厚 我脚都红掉了 原来是临时被朋友骗上山 才变得如此狼狈 只是薄薄的一层丝袜 要如何抵挡零下低温 果然没有多久就因为冻伤 找巡逻远警讨救兵 然后 好 小心 小心 首先有远警护送下山 才让这名女大生 结束了难忘的冰天雪地之旅 而在山下的旅客服务中心 热饮暖暖包全都卖到缺货 看来在赏雪玩乐之余 第一步还是先把保暖工作准备好 才能够在雪地里玩得尽兴 玩得安全 优优独播剧场——Yo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